随着疫情解封 草屯新庄社区发展协会 恢复办理端午节庆祝活动 事先请社区志工帮忙绑种子 准备分送给李明享用 感受过节的气氛外 也提供表演舞台 邀请社区长者展现才艺 分享学习的成果 办庆祝我们的端午节活动 昨天很多社区妈妈志工 来协助绑肉粽 国月班的 二胡班的 还有社区活动也来参加 来热闹 也有我们会合医院的医院 来健检 包製肉粽也希望带动 我们李明的和谐 一起热闹 新庄社区结合新兴工管理委员会 及新庄长青协会等单位 共同办理这项传统无话活动 邀请李明一起参与 增加端午节庆活动热闹的气氛 同时传达关怀与祝福的心意 现场也有梁选鸭等位教宣导 为民众健康把关 我们知道大家都真人真地在这三张 有些藏修有些白藏 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大家都很高兴 很欢喜心 接这个活动 让整个青庄能够越来越好 我觉得这个活动 非常的有意义 我蛮开心的 先远蔡明璇感谢志工们的协助 发挥榜众的好手艺 把古早为幸福的滋味传送出去 让社区长辈们都能欢乐 共享端午佳节气氛 也期许社区能够经常举办各项活动 带动李敏的相信力及凝聚力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新增 所有的社会 里长 社区 大家广东来努力 就是希望我们社区的能够好 民宣在这里也预祝 大家端午节快乐 也希望社区能够办一个活动 我们广东来参谋 尤其我们现在白白藏的人 真的是越来越久 也希望透过这种 白白藏的一个活动 把我们这种传统的记忆 继续团成下去 虽然活动规模不大 但是充满温馨和欢乐 凝聚居民的向心力和感情 主办单位也期望 下次有机会扩大办理 邀请更多人来参加 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记者洪一伦炒豚采访报道 大家看 这个事齐 这次是准备的 好美